演唱会以3D电影《五月天诺亚方舟》的电影片段作为开场 随即几位成员从大荧幕穿越至现场 让粉丝会之疯狂 诺亚方舟 回到台湾了 在今天 五月天 回到台湾了 而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出中 三万歌迷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 和偶像激情互动 眼看粉丝如此给力 五月天自然是打起12万分的热情 用好歌回报歌迷 至于和五月天诺亚方舟的演唱会 擦肩而过的粉丝们 你们的福利时间也来了 由于五月天的第二部电影 五月天诺亚方舟 即将于9月19日 在内地各大影乐上映 影片将71场演出 融合成一部完整的电影 记录每个珍贵的演唱会镜头 更有严承旭 林依晨等知名艺人 客串其中 如此盛况 让五月天成员本身都非常期待 当然 因为这一次 其实在内地将近 有四十几场的演唱会 然后每一场平均有三万人的话 就是 120万人 不超120万人 都能看影战会的话 会怎么样 关于五月天电影的最新情况 娱乐星天地将为您带来持续的报道 娱乐星天地 五月天台中场太火爆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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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